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的优势 现在有望进一步拓展台湾的外交关系 印度总理莫迪最近为境内三座的晶圆厂 来主持电机仪式 他就在致辞的时候罕见点名了台湾 提到台湾领导高层 以视讯的方式参加了活动 观察人士就认为 这显示台印两国的关系 正朝蓬勃发展的方向前进 尖端产业 人工智慧 各项科技发展都有来成熟的半导体产业 印度总理莫迪喊了快十年的印度制造 能否成真台湾成为关键因素 莫迪特别点名台湾 因为13号这场价值4750亿的 三座晶圆厂电机仪式 其中就包括台厂利基电 协助印度最大企业塔塔集团 在印度矽谷古茶拉底整 建造了全印度第一座 十二寸晶圆厂 这次会议包括外交部次长田中光 印度台北协会会长叶达夫等高层都参与 可见台印双方对合作的重视程度 塔塔集团去年四月还聘请有印度张忠谋称号的 前英特尔高层泰克担任塔塔电子执行长 展现印度在半导体上强大野心 莫迪去年就放话为半导体计划砸下100亿美元 对个别企业的资本补助奖励 甚至达到惊人的七成 而印度还有庞大人口红利优势 电子制造业规模如今超过1000亿美元 估计两年内将翻涨三倍 就连微软创办人伊尔盖茨也看到印度无穷潜力 偏偏拜访政府与业界 但印度过去贪污腐败频传 加上缺水缺电等问题也是一大隐忧 印度想成就半导体梦想 仍然存在不少挑战 三连新闻 上大报道